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历史热门节目 今天 我们将挑战性的探讨中共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曲解 这一决议在1971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取代中华民国 并承认中共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共却不断重新诠释这一决议 试图将其解读未对台湾主权的否定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争议 知名评论员曹星成 石板明夫和汪浩 在最近的讨论中深入分析了中共的解读如何挑战国际法 并无视台湾民意 他们一致认为主权在民的概念必须得到尊重 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 石板明夫和汪浩则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 剖析了中共的双重标准 质疑其和平统一的真诚性 这场讨论唤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台湾民主制度的支持 并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湾的处境 同时 这也提醒我们 国共两岸的关系不应简化为主权与政权的对立 而应深入理解两岸人民的情感与历史 此外 我们还将带您走进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媳妇 如何带着家人参观中国博物馆 体验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 这次的旅行不仅增进了他对中国的了解 也加深了他与中国家庭的情感联系 最后 我们将探讨邓小平背后的关键人物陈云 他的高纬度思维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影响了中国的未来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历史热门栏目本期 我们将探讨三个节目 这些节目深入探讨了中国历史中的关键议题 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反响 首先 我们介绍由华世新闻CDH52制作的 《中共乱节2758决议》 《国共混淆主权政权》 这个节目邀请了评论员曹星成 石板明夫和汪浩 他们针对中共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解读 展开了深入讨论 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 主要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 取代中华民国 并承认中共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然而 中共试图将此决议 解读为对台湾主权的否定 曹星成指出 这种解读无视台湾人民的民意 强调主权在民的概念 石板明夫提出 台湾拥有自身的政府和法律体系 中共的行为实质上是对台湾 与国际社会的威胁 汪浩则从历史角度分析 中共对台策略的矛盾性 认为这反映了中共内部的政权和法性焦虑 节目引起了观众对台湾民主制度 和国际参与的关注 揭示了中共解读决议的复杂性 以及两岸关系的挑战 接下来 由朱利亚周耶称制作的 《带俄罗斯媳妇参观博物馆》 学习中国历史文化 呈现了一次跨文化交流的旅程 节目记录了俄罗斯媳妇 在中国博物馆中通过参观古代画作 兵器和丝绸之路展览 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历 通过这次参观 节目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纽带 并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 在现代中外交流中的角色 该节目强调了家庭文化融合的重要性 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 对历史文化理解的意义 最后 10264邓小平背后的陈云 什么是高纬度的人 由开悟堂新闻频道的制作 着重探讨了 陈云在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的重要角色 作为邓小平的支持者和智囊 陈云的稳重和务实风格 在改革过程中提供了理性建议 他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理念 及其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注 帮助邓小平稳步推进改革 陈云的高纬度思维 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策 也为后来的中国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 节目呈现了陈云与邓小平 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凸显了陈云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这三档节目以不同的视角探讨了 中国历史在当代的内涵 从国际政治、跨文化 交流到关键历史人物的影响 揭示了历史事件与现代社会的紧密联系 观众通过这些节目 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 及其对当前世界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国际政治领域 中共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解读 引发了广泛争议 这项决议于1971年通过 主要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 取代中华民国 并承认中共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然而 中共逐渐将其解读为 对台湾主权的否定 这一曲解挑战了国际法和台湾民意 引发了知名评论员 如曹兴成、石板明夫和汪浩等的批评 他们指出 台湾具备主权国家的基本特征 如政府和法律体系 呼吁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在中国的文化展示中 博物馆是了解历史的宝贵窗口 带着俄罗斯媳妇参观博物馆 不仅是增进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 更是家庭文化交融的契机 通过展品 如唐朝画作、古代兵器和丝绸之路的展示 访客可以感受到 中国文化的深厚与多样 这样的经历 不仅丰富了个人知识 也深化了跨文化理解和家庭联系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中 陈云作为邓小平的重要支持者和智囊 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的稳重和务实风格 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陈云强调在改革中 要避免激进政策的风险 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 在经济改革中 关注社会稳定和普惠性 他的高纬度思维和 发展是硬道理的 观点对中国现代化发展 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云的智慧和人格魅力 使他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提醒我们 在发展中 要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共对2758号决议的解读 无疑是不合理的 这项决议 只是解决了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并未提及台湾的主权问题 中共的曲解 是试图将其政治意图合理化 这种行为 对国际法和台湾民意 都是一种不尊重 联合国的决议 从来都不应该被某一方 用来支持自己的单方面主张 更何况 台湾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 和选举制度 显然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实体 话不能这样说 从历史和国际法的角度看 2758号决议 确实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中国唯一代表的合法性 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事实 台湾问题也确实是在一个 中国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的 中共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 这在国际上是有法律依据的 台湾的现状确实复杂 但这不意味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可以被随意解释 没错 但中共的行为明显超出了 2758号决议的范畴 这项决议并未处理台湾的主权问题 实际上它是联合国内部的代表权问题 中共不应该利用这一点 作为侵犯台湾自治的依据 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台湾的参与 这反映了台湾的事实独立性 和国际社会的意愿 中共应该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而不是试图用武力或政治手段改变现状 然而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 2758号决议的意义不仅停留在代表权 还涉及国家主权的完整性 毕竟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 这一点已被许多国家在与中国建交时予以承认 中共的立场是基于历史和政治现实 即便这对台湾的现状构成挑战 但这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 台湾的未来应在两岸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决定 而不是由国际社会外部势力干涉 台湾的未来的确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而不是被迫接受北京的意志 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支持台湾的民主制度 台湾的人民也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国际地位 国际社会应该更积极地支持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 这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尊重 也是对全球民主价值的维护 的确 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值得尊重的 但解决问题的核心仍在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中共一再强调和平统一的方针 这表明其愿意通过协商与沟通来化解对立 而不是诉诸武力 尽管目前的国际局势复杂 两岸人民的福祉不应被国际政治所牺牲 只有两岸建立互信 找到共识 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久和平和稳定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推荐热门节目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是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视觉 不等于我们认同或反对原创者的内容 更不是对大家的行为做任何引导 同时我们对原创解读未必正确 请大家去节目的原创者频道观看 请给我们这个节目点赞 打赏 欢迎大家就节目内容发表意见